歡迎收看立法會直擊 我是胡凱曼 今天立法會大會有一項焦點質詢 由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根據議事規則緊急提出 跟進前中情局人員施樂登來到香港的事 今早在立法會直播室請來馬逢國講解你的意見 早安馬逢國 早安 其實提出這件事 斯洛登爆料 自從2009年開始 華府已經對香港的網絡作出入侵 按照你所看 整件事對香港或國際性影響有多大 首先這位斯洛登先生來香港 說了這件事已經相當長的時間 都有十天 美國政府都沒有否認過 只不過一直有很多指控說它是洩密 說它是叛國 諸如此類 其實變相我相信都證實有這樣的事 所以在上星期我提出一個緊急質詢 其實政府要回答幾個問題 一個是說這個是否屬實 我們被人入侵的情況是怎樣 第二個問題是說跟美國政府交涉 算是有這樣的問題 怎麼處理 怎麼去補救 還有保證以後不再有這樣的事發生 第三個我都關注那個 所謂蝕密人那個人身安全的問題 就是問政府有什麼補救 其實在這件事揭露出來的就是有少許可笑 一路都說自己是很尊重人權 很尊重自由的一個政府 捐造這樣的事 他一路辯護 現在相當多的辯護 就是說反恐的需要專注 但是我們看回香港在過去十幾年 就是自從九一日之後 美國政府對香港特區都提出很多要求 希望我們幫它怎樣進行反恐 而所有的情況 特區政府都是做得相當好的 包括譬如說防止洗黑錢 就是堵絕這些恐怖組織的財政的來源 一個逃犯的互相引渡的協議 這個也有 甚至美國海關可以長期派駐人員在香港 檢查就是開箱檢查去美國的貨櫃 所以那個保障功夫是做得很好 還有很多方面的情報 我想大家都會有互相資源 所以美國自己今年年初都有個報告 就是評估全世界的地方 或者政府對反恐工作如何 對香港的做法是高度評價的 在這個情況下 居然也做這樣的事 如果你說反恐是理由 將香港的個人團體 甚至是我們的政府 都跟反恐有關 這樣去監控 這個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是令人憤怒的 所以同時那個施樂森也透露了 這件事不單止是針對香港 包括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進行 包括中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作為一個大國 是否應該這樣做呢 是否有什麼必要呢 是否有什麼需要呢 這些全部都是值得質疑的事情 其實這個究竟國家安全 或者反恐和人民的私隱 究竟如何平衡 中間是否有一個平衡 這段時間都是大家討論的焦點 你自己覺得這次美國 是否真的做得過分了 我相信這次無疑是完全不能接受 我的看法 因為你是全面監控 如果你說我是因為那個反恐 或者反罪案的需要 你是有特定的目標 你是有一個法律的程序 哪些人是應該監控 而國與國之間 或者地區之間 其實你是有一個所謂的 國際刑警的網絡 去配合進行反罪惡 或者是否反恐的工作 亦都有很多的國際的條約 或者默契怎樣做 這次就完全發現 原來不是的 完全超越了這件事 憑著一個高科技的手段 是進行一個 完全沒有邊際的 沒有限制的一個 有一個入侵和監控 令人質疑他的目的 是到底想做什麼 這是大家最重要的關注點 以後會不會通過一個 國際的努力 去將這些作出規限 我希望可以 但做不做得到 就要看發展 明白 那我先講到現在 事態的最新發展 其實施諾登 一直都說 希望去到冰島 尋求一個政治庇護 他現在人身處香港 令到香港的身份 就可能 那究竟這件事 都牽涉美國 尤其是想去冰島 其實香港也是 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究竟這個外交層面上 你覺得施諾登 香港政府可以怎樣做 還是應該交給中央政府去處理 我覺得 如果純粹是一個 個人政治權利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引導的問題 如果牽涉到外交 一定是中央政府的權限 所在 就不是特區政府去處理 但我反而覺得 有一件事 大家都好像 輿論的焦點都好像 挪疑了 就是這位施諾登先生 他當時在美國 他的工作 實際有沒有參與到 譬如說監控香港的工作 既然他知道這麼多 他有沒有參與其中 如果他有參與其中的話 他本身都是涉嫌 違反了香港的法例 雖然他不在香港境內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從保護香港的利益出發 我們是不是都應該採取一些措施 至少去調查 去了解 處理了他有沒有違反香港法律 這是第一點要做的 之後才考慮到 有沒有外國的政府提出一個引導的要求 然後他有沒有被起訴 起訴的罪行 就好像報紙說了 有沒有違反 香港有沒有相適應的法律 然後有沒有死刑與否 然後還有一條的 其實大家也是沒有注意的 他所牽涉到的有沒有香港的利益 如果有的 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理由的 或者是不安排的 然後再看看他其他的個人的議員 才輪到那些考慮 我想應該是分層次 一層一層的問題 看看香港現在的 有沒有犯了我們香港的法例 如果是這樣 其實之前有些立法會議員 就提到希望邀請他上到立法會 這裏解釋一下 讓香港市民都很關注這件事 那你作為立法會議員 你覺得可不可行請他上來 立法會當然有這樣的權力去做 但他也可以選擇來不來 我們控制不了 但另外一個就是特區政府 針對他有沒有 譬如我剛才提到的 有沒有犯到香港的法例 這個特區政府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起碼可以調查 立法會當然 我們可以作這個邀請 但事實上他會不會來 不知道 你自己或者會不會都希望他上來 解釋一下這件事呢 如果他個人議員是同意的 我覺得 我們沒有理由不歡迎他的 是 譬如保安事務委員會都可以跟進的 這個是完全可以做的 明白 看他自己個人意願 或者他覺得我不安全 肯不肯上來 我們接不接觸到他 接不接觸到他 其實現在未必有這麼多人接觸到他 都是英國維報的記者接觸到他 其實現在你看回你的質詢 你就說希望香港政府 除了沒有犯法之外 都希望作出一些補救措施 其實你自己看 現在最重要的香港的補救措施 是否要先加強整個網絡安全 因為我們被人集中了 這個就是特區自己做的功夫 譬如我們注意到中文大學 就說他們認為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個可能 我覺得是未必的 如果我們知道 那我早就已經防範了 現在我們看得到的 根據他說 75%的機會都是成功的 其實從側面證明我們是存在一些問題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補救措施 另外一個剛才我說的 就是尋求 譬如美國政府 如果你有做過這樣的事 那裏他都要做補救措施的 譬如搜索了我們那些資料 跟我們有關的 他要交代去怎樣處理 是消費還是怎樣 還有要保證 以後他不再做這些行為 這些都是補救措施 明白 但是譬如剛才提到的那些 因為畢竟是間諜 人家都 75%成功率 其實都算很正常 來到香港 其實我們是不是 譬如你說 你覺得現在香港整個保安系統 譬如你說大機構 其實 是不是不足呢 在這個安全上 這個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很技術性的問題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在這件事 我都請教過一些專家 他們的看法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為互聯網的技術 都是源自美國的 我想美國是掌握的最尖端的技術 還有很多時候 這個互聯網 很多東西 所以 那些數據庫 都是在美國 所以 在這方面 我們能夠做多少呢 我也希望 政府重新去檢討一下 看一次 到底有什麼地方可以改進 當然 這個私隱的保護 政府有責任 但是我想 作為機構 可能機構都要檢視他們自己的系統 甚至個人都應該要採取一些措施 沒錯 因為侵權者 可以是來自任何方面的 任何背景的 你都很難估計 所以自己做好自己的防禦 都是最重要的 其實說回監控這些資料 這樣才算 其實都可能不止美國政府 譬如香港警方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認為 你調查的事情 會不會都會 在這個互聯網上面 對 香港都可能有這種情況 其實你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的政府 都有這種行為 但是 有一個法治的地方 去做這種行使 這種權力的時候 它都是有個法律要求的 連內地 現在都說 保護私隱 很多地方都會做這樣 香港來說 你要做這些事情 可能都是需要 要有法庭的首領 或者法庭的批准 你才做得 它是一套很嚴謹的程序 來限制這個權力的使用 但是現在揭露出來的 就完全不受制約 不受限制的 不如問回你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你作為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在香港的法例 你覺得香港自己本身市民 在警方會否說 法例上有些措施 即市民的資料 是規範得足不足夠 其實香港在保護私隱 我覺得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進步很大 已經做得是相當先進的 很多地方都來香港參考 以及取經 在這方面 當然是否還有得改善的空間 我覺得還可以 你以為人家大骨都交成這樣 香港其實是相當嚴謹的 我們有私隱專員公署 又有私隱條例 有很多方面的措施 是保障了 比如我們的廉政公署 它執法的時候 它都有嚴謹的行為準則 所以我覺得 在這方面 其實 我可以這樣說 我基本上都滿意的 但當然你發現到有新問題 就可以繼續跟進 再改進 沒錯 科技其實是有新願意的 所以我們不得了 都要檢視整個的法規 好了 今天就很多謝馬鳳國上來 談了這麼多你的意見 我們會繼續留守在 立法會大會這裡 跟進整個開會情況 請到居住 香港人的衣服 也佔了 … … 您 現在